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可以回忆过往的高能时刻 也可以畅想未来的美好期许 快快约上好伙伴 一起享受充满情谊的中国年 动画过山车回味情谊半新春 一条藤上七个娃 葫芦娃七兄弟 那可是动画史上最硬核的兄弟组合 他们七子连心 降魔除妖 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真是修帝齐星 齐力断金 这穷山沟里到处都是石头 缺水少肥 往后 我一定想办法 给你们多浇水 多加肥 让你们能快快的长 谢谢 谢谢 瞧你 个子长得那么大 胆儿这么小 小猴 你坏 不跟你好了 好好好 以后不再吓唬你了 我们一起玩好吗 在你的身边 需要有葫芦娃般的兄弟与你一起努力奋斗 也需要好伙伴和你一起享受轻松时刻 我来当裁判 一 二 三 这不年幼的功夫熊猫遇到了花过山的小猴子 你能想象它们会玩出什么花样吗 加油 熊猫加油 熊猫快加油 熊猫输了 有本事 咱们比下波看谁赢 这么高的数我都赢了 还怕下波会输给你 各位 预备 准备起 熊猫加油 熊猫加油 熊猫赢了 我才不打果呢 回家了 妈妈等着我吃果子了 我干脆叫你学老鼠叫 学会了老鼠叫 每天晚上叫一会儿 主人就不会把你轰走了 猫捉老鼠天经地义 现在到了鼠年就不一样了 鼠年鼠为王 猫带王得乖乖的学老鼠叫 要是不会两句鼠语可都不好意思出门 注意我的口型 口型 来 发音 别怕 要想生活的好 就得下功夫 你没看见这屋子的主人更学会了鱼 也不是很费事吗 来 再试试 快了 再来一次 对 再来 成功了 大清早的小猪还到哪儿去了 他在那儿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走 咱们过去看看 你在等信哥 嗯 他是我的好朋友 按理说 昨天就应该回来了 你是担心信哥遇到了危险 嗯 其实我都想去找他了 也许我们可以帮上忙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只普通的小鸟 它可是登上了今年动画界友情榜的榜首 被称为2019年度最美小鸟 我们也很危险啊 什么声音 真诚与善良就是它的友情标签 只是因为感觉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 快跑 快跑 后边都是碎石 必须冲过去 这只信义之语 就作为我们的谢礼吧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一定会把信送到你们家乡的 哇 好漂亮的羽毛啊 你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 你找回你那去 朋友间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当然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亲密无间乃于舍难分 够了 这个口香糖我一定要找到办法和它做个了断 半斤巴扬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 好朋友就像沾了橡皮糖一样 扯也扯不开 剪也剪不断 永远都不分离 永远都不分离 难道这辈子都要黏着这东西吗 好 不小心点上头上旁边一辈子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